子豪跟我求婚是送的 你这钻戒几颗拉的呀 我们家子豪呀 总是把最好的给我 我给你倒点茶笋 你们俩呢 抓点紧 我看看 好久不见 张秋 张秋来了 快来快来 好久不见 子豪 好久不见 张秋真是没变啊 对啊 还是那么漂亮啊 不愧是这花 最近过得还好呢 挺好的 你看咱们这么多年没见 也没有个联系方式 给我留个电话吧 想找你帮着小忙 行 人家张秋现在 可是咱们市医院的 外科主任医生 还有一事 你们不知道吧 曾子豪现在在他爸的 医院上班 他爸可是国内 数一数二的神经外科 那行 到时候我找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调到他们医院了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以前上学那会儿 子豪可是追过张秋 藏秋是她的初恋 对吧 是吗 好像只有这么回事 什么初恋啊 他们俩就根本没谈过恋爱 藏秋后来 不是嫁给了一个消防员吗 可是我听说 他死了 可是我听说 不好意思啊 你们继续聊 我出去接个电话 真是的 可以啊 陆芳姐 这电话打得很及时 你没事吧 没有啊 心情很好 你怎么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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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你说话呀 你刚刚是不是故意的 明知道藏秋她老公的事 还这么晚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看不惯她 装什么清高呀 看着就丧气 确实挺丧气的 不是说她刚结婚 老公就没了吗 什么笑话呀 我看呀 就是个笑话 年纪又大了 哪还有男人敢要她 行了行了 咱们也别聊她了 走吧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她刚离婚 年纪是大了点 还带一个孩子 不过她跟你的条件 特别合适 要不要考虑考虑 你不是小姑娘了 眼光不要太高了 你看 现在都不是你挑别人了 而是别人挑你了 是啊 身边有个男人陪着 总好过自己带着吧 要不改天介绍认识一下 不用谢笑了 她有男朋友了 麻烦等我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来晚了 你怎么不告诉大家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男朋友 这么年轻啊 这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吧 哪里 大姐 我今年二十六了 你 叫我大姐 不好意思啊 我看你比张秋大很多 实在不好意思 这 二十六 比张秋还小四岁 张秋 你可以啊 找了一个这么帅的小弟弟 你们俩怎么认识他 我去张秋的医院看病 对他一见钟情 你们不知道 我追他可追得太辛苦了 但是终于 还是把他追到手了 像张秋生这么优秀的女人 身边总是有无数个优秀的追求者 哇 真相优 妥妥的人生赢家 不敢当 毕竟我这张脸长得丧气 不 年纪大又丧夫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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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 没 还没男人敢要 他就是 对吧 小倩 您呀 我这个人 其实不在意别人 在后面说我什么 我只是觉得 到现在了 还有人拿嫁人与否 来评判女性 挺可悲道 你们知道吗 是 我是丧腐了 对于我来说 是遗憾 是悲痛 但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找个男人 来证明自己 来吧 这杯酒 我敬再多的各位 敬我们逝去的同学感情 我干了 你没事 挺帅的啊 有个性 我先走了啊 你慢慢吃 怎么走了啊 张医生 你走那么快干吗 想让你来的 凭什么没经过我同意 就说是我男朋友 不是 我在电话里听你心情不太对 我怕你出什么事 我才赶过来的 他们那样为难你 我就想帮你出口气 不用你帮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觉得你这样 英雄救美 我很感动是吗 你又不幼稚 没错 我是幼稚 但我幼稚 我就会要帮你 朱芳琼 还要说多少遍啊 我不喜欢你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那你到底选什么样的 你怎么满腿是汗啊 你怎么满腿是汗啊 没事 送给你 为什么要送我出去 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 你知不知道 这样会让我想起方怀 我只是希望你开心 我看到你和方怀的合照里 你抱着厨具笑的样子很幸福 所以我就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样让我更忘不了他 忘不了你别忘了吧 干嘛刻意要忘记过去的 过去的你很幸福很快乐 大乔 我喜欢你 所以我想让你幸福 我不仅喜欢现在的你 就连过去的你 我会一起喜欢 只要 只要是能让你幸福的事情 我都愿意去做